就好禮喔 就好禮 早安喔 不要說這好難 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人人會更開朗 專家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陳盛仁師兄是高雄人舞環保戰的發起人 蘇兄在生日環保戰的時候 遇到很多困難 是什麼原因讓蘇兄可以繼續堅持做下去 我們就趕緊來看今天的故事 好 大家再去包裝 好來 這很大喔 來給我 好 來這好看 好 那不進 來給我 欸 這個喔 這個算頂戈 頂戈是火 拿到那裡 來頂戈 喔 將近十年了 這個 人舞的環保戰 開始的時候是我發起來完成 那當初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自己本身也是要自己 要投入 要用心地來 經營這個環保戰 後來的話因為 擔任的主務比較多 現在早上有空過來 我就去做 玻璃餅的分裂 禮拜五 晚上 這邊也是做分裂 對 不然來的時候這邊做分裂 這個先給我 這個我們要拆擠就先給我 先給我 拆擠就先給我 來 拆擠就先給我 來 要放下來 來這裡 來這裡給你拆 來這裡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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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六歲的時候 我爸爸就往生裡 從媽媽的口中 一直想說 爸爸時常在中山之間 直接影響到說 我們很想去做好的事情 在我的腦海裡面 我都會用一種很簡單的思考 去想這個事情 我們一開始做好 不在意別人的看法 比如說你想太多的話 你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我都想要 一生以為我們做一件 第二個事情 就很棒 聖仁師兄 今年五十八月 為了健康 每一天才去 都會帶美醫師姐 來陳青湖運動 每一天來運動 都會想起以前 這也是他跟媽媽 在家裡做的事情 蘇兄的爸爸很早就往生 媽媽和哥哥 為了這個家庭 很辛苦在打招 和聖仁師兄 對那個時候開始 就確定他的人生目標 我們大概來到這邊 都是五點五十分左右 而且我們的時間也不會很長 師姐要去上班的時候 還來得及 以前也有著急的習慣 然後一陣子 都 一段時間以後 就沒有 然後就一段時間 就開始 你運動完後覺得很舒暢 看一天裡面 要再做什麼事 都很有活力的 對啊 打脖子慢慢往左 再伸展 手也是一直向右伸展 但是頭跟手相互相互 左一連看左邊 往左眼睛往左看 看到很遠遠的地方 然後手走 手走一直往右推出去 想把他捏縮 以前也有陪媽媽來這邊運動過 因為媽媽年紀大 她更需要運動 讓我們進一點孝道的心 所以那時候 也幾乎每天陪著媽媽來這邊 想想現在來這邊 又想到媽媽 那種感覺也是覺得很好 爸爸在我六歲的時候就往生了嘛 所以我們都是媽媽 二哥啊 三哥啊 他們就是扮演著就是 父親的角色來照顧弟弟這樣 在我感覺從小到長大的時候 媽媽從來就沒有說打罵過我們 都是用我 對我們都是用鼓勵的 無形中我們在媽媽的身上 也是寫到很多的做人指示的一些道理 我會說沒有爸爸的存在 當然都會有一種的擔心啊 也是擔心 我們也是會怕人笑啊 那時候 我二哥 三哥他因為就是說 我們不可以幫他笑 我們要把家庭 要把它撐起來 不在意別人的看法 我媽媽也常常在講 你說你爸爸的為人很熱心 很喜歡幫助別人 所以我在從董事的時候 然後讀詩的時候 就很熱心的幫助人家 就有這種傾向去幫助別人 好像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 聖仁師兄 自小孩 就是對媽媽那裡 知道爸爸是一個對家庭復竊 樂善好事的人 所以希望可以帶爸爸的腳步 合襲他的精神和做的事情 媽媽 我們今天會煮豆子嗎 嗨 你好啊 會嗎 會嗎 對 對 那時候我問 會煮豆子嗎 我想吃這個 那個也可以 那個也是 這個是比較快 阿爸用這個好了 你可以 看 我們這個是比較簡單 我們就是用油啦 鹽啊 鹽啊 牛肉進去 都簡單的 用燉燒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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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一分鐘 我們就把青菜 把它放進去 今天就 用木炒熬湯嘛 然後煮就是我們素食的菜 全素喔 像是 我跟師兄阿 他胃口也都很好 我煮什麼他就吃什麼 然後我們平常就是吃 他是喜歡吃 就是也是容易消化 然後自己可以種的 不要算野菜那一類的 因為大林醫院的意思講 什麼這樣吃 對身體會健康 所以我們就盡量要求孩子說 我們就盡量吃個清淡 讓身體健康 因為身體健康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有時候書姐她 常常實際的活動 她要當那個圖書會 要講法義阿 那講法義的話 我們就提早就先煮飯阿 那這樣的話 我們吃完的話 就可以上去那個 環保站的圖書會 用魚來 這橄欖油阿 我那個椰子油 對阿他 他兩滴 兩炸的 那個魚 起來的時候就變成這樣 師兄喔 他是很有責任感 他對於現在家庭也是都 就是很有責任 要做的事他都懶著做 公公是影響的精神 影響很大 因為常常聽師兄講 就是公公助人 就是那個很愛幫助人 然後對朋友對人都很好 所以他對於 這樣從小這樣體育起來 師兄也都受到我們這樣影響 所以 也是這樣責任感 時都非常這樣起來 妳今天早上有去還是要 晚上這個 晚上喔 嗯 那個魚要帶 對 我爸爸一直以來 都是以我跟我哥哥的事情 可能就是跟我哥哥生病 他可不可以把這件事情 放在肩上 放在心上 會非常主動的 要載我去看病啊等等的 所以他 我有感覺到他一直都 就是很想做好爸爸的角色 然後也是一個很盡心盡力的爸爸 嗯 我在想可能 也就是我的阿公 他就去世了 所以他也想要在他當爸爸的時候 然後有機會的時候可以做好他爸爸的角色 然後所以阿公就是做了這麼多善事 然後有點像是爸爸也接著做了 對他來說可能也是一種傳承吧 好 小孩的家庭和工作都很順利 不過 一切沒幫助別人的方式 感覺很無踏實 想要對爸爸還是要目標越來越乎 好感到 美育師姐參加很多教練會 再讓小孩有機會了解很多 有幸福的機會 我們再來回想一下 那這個壞習慣阿 有時候阿 還會影響到別人 還有哪些 你平常就是說沒有去注意 而影響到別人的 好 有 就是知道前面有一個東西 就不要故意去撞他 不要故意說玩 玩 用玩的這樣子 那個危險的動作 是不是很好 那我們給志涵要給他怎麼樣讚美 愛的四神湯 好 愛的四神湯 來 預備 起 好 愛的四神湯 來 預備 起 那時候因為教學幾年長下來 我也有時候會遇到瓶頸嘛 那遇到瓶頸就覺得說 教法我們是不是還要改變 八十一年的時候一位同事 他就邀請去參加 實際教練會 於是就去學習 然後也把它應用在 就是我們教學上 那時候也不會開車嘛 不會騎車 所以就有師兄會載我去 師兄也會有感覺說 我好像有改變了 然後你氣氛會好一點 所以他就有認同 然後後來支持 那時候當然經濟比較平穩的時候 我們有能力的話 我們能多幫助別人的這種感覺會更好 但是你不是很有機會去幫助人家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那時候心裡的感受 當然也是會有一種比較空隙 剛好有瓶頸這個機會 我們就要好好的抓住這個機會 所以那時候我說我進來瓶頸的話 我是自己想要進來的 我就陪著我媽媽進來參加瓶頸列車 我下 тебя牽奏頸去 孫家家自己多了 認真參加沒有一份外島 希望可以幫助越多人 接下來我覺得環保教育真的是很重要 就跟任務區的孫家室這個參想 想要去一間環保接 但是要成立一間環保接 真的是很困難 这边是供修寺的地方 当初我们要成立环保站的时候 我们就很用心地在规划 就是说供修的地方和厨房的地方 要离我们做环保的地方要远一点 这是当初我们计划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规划 这张照片就是供修寺 你看左边的第一个也是我三哥 当时他就提供这块地给我们来盖环保站 真的是很辛苦的 因为很多的地方都是要用专业人才 那专业的话就要花很多钱 那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既然要给人家供修的地方 一定要调高 整个那个费用啊 工人的那个成本都要增加很多 但是真的 人家说都没有在价格身份啊 那时候就是一头栽进去就是 怎么样把环保站做好 只有想到这样 现在的状况就是供修寺的地方 他已经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就是有亲子成长班在这边使用 执照班大爱妈妈班 还有我们那个图诗会也在这边 和气夫外会在这边开会 协力会也在这边 还有手椅手椅班也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就是说 当时想说有一个供修的地方 可以发挥很多的良能出来 做得很简单喔 海美成立之前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那我想说在我们人物这边 也要有一个环保站 那刚好921大地震的时候 在平和国桥 有盖那个组合教室 组合教室要拆 我说要回说的话 就让我们来盖环保站 也因为这样有了材料 我们就很积极的 想要来做一个环保站 我是觉得说像环保站 可以让更多的菩萨 来这边那种感觉 能让内心觉得很充实 这就是那个挡土墙 因为我们环保站 跟隔壁的落差很大 将近要半层楼 你如果没有围起来的话 你的东西会渗透出来 因为我们都是用钢筋 雪泥 还有那个整个钉帽子起来 要钉帽子 然后灌雪泥 如果你不把整个党土墙 做起来的话 你环保站的东西 会影响到隔壁 所以当初我们也没有想到说 整个党土墙要花那么多钱 这个整个党土墙 从全部走入起来 也花蛮多的 所以你还知道要包就对了 因为你是花旗人 当然你要负责 都是当初没有想到说 要怎么规模 要花那么多 应该是说突然要面对 好大一笔钱的支出吧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有感觉到 那时候好像是高一还高二 然后那时候我有感觉到 他们的压力真的蛮大的 就是感觉他们两个气氛非常凝重 但是我也知道 那个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环保站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重要的东西 可能是从刚开始的建立 然后一直到有一点成果 是不会觉得很想 我知道这就是对他们来说 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也觉得 这是一件很可以接受的事情 对他来说可能是自我实现吧 实现他一直以来就是在 可能跟随 想要跟随父亲脚步的梦想吧 来 抱着 那里面还有东西 好 这样让他拿出 来 把鱼子 来 菜拿下来 去 拿他来 只给它 只会你拿车来扫 拿车来扫 那只是这个呢 不要紧拿车来扫 就好了 当然是一定有办法 当然是一定有办法 虽然是经济上不过 可是很會覺得說有一點壓力 而且就是很感恩的 我是覺得也是很潛力的支持 他以前就常說一句話說 一生如果能做一件對的事情就好看 他覺得說做這個環保站就是對的 所以他就是潛力的支持 當你累的時候 那你會想到說 可是你做有意義的事情 你就會感到心裡就會很開心 經過這麼多年 聖仁師兄見見環保站對無夠有 發現出品頭買也會開始主動來做環保 現在還有學生還是社會團體 來學習環保的地學 這些過程都讓他的生活來很感動 感覺生的經濟已經漸漸在大家的心態來萌燃 因為這樣 他還要堅持來推動環保交友 同學們大家用心的做 這個都是我們在路上 路上所撿回來的 而且這些東西 怕都不會糊爛 經過百年也不糊爛 如果你沒有把它回收 造成我們的整個路上的那個汙染 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話 拿到白色的地方 放塑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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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四德科技大學 他們來這邊做環保教育 因為已經好幾年了 一個月有兩次的環保交易 他們有些同學還會再回來 因為他們的假日還會回來環保站 所以我們覺得那個成效也是很好 這也符合我們當時設立這個環保站的那個目的 我們是要把整個環保站 讓更多的人知道說環保的重要 怎麼去愛護這個地球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好來第二組來這邊 這些東西都是於我們家庭上 我們的環保志工去把他們帶出來的 那這些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瓶瓶罐罐 紙墊1357 玻璃瓶你就放玻璃瓶 鐵罐就放鐵罐的地方 那裡罐就放裡罐的地方 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跟師姑師婆他們 我是覺得就是有環保站 然後大家現在能做環保 能來做事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感覺到她的那種心理踏實感 她好像就有完成爸爸 後半部還沒有做的那種願 就是追隨爸爸的那個腳步做 好像人生的目標有實現的 所以我是現在是希望她 一樣直接試做 但是希望她就是身體 還是需要也照顧好 然後呢 繼續在自己這樣子學習 好 小心喔 來 慢慢放 慢慢放 對 阿不然噴下來怕 噴到我們眼睛 危險 對 慢慢放 這個是平民公關 這個是平民公關的東西 對 這個是紙類 這算是紙類的 東西要把它弄出來 我心裡面的感受真的很感動 因為好像說自己找到一個 這麼好的團體 靠實際的這個大團體的力量 可以幫助更大的事情 感覺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當然我們也是期待說 環保站又會更好 更多的來參與成一塊 因為上人所講的人生真的很無常 但都不知道說我們在我們才會變成 怎麼說真的 能做的話還是要盡量盡量多做 聖仁師兄受到爸爸的影響 也很愛幫助難過的人 這也是他怕你很多這條菩薩島的原因 掃根菩提很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請提醒你 請進 我們今天就是因為上人要來高雄的分會 高雄的建築市場這邊 那我們是當副華 所以要提早來到這邊 因為當副華已經十幾年了 心裡面的感覺覺得說很有成就感 尤其在上人旁邊的時候 那種責任真的是很重 一點都不能出差錯 當然生物重任的話 就是我們自己願意的 當你自己願意你喜歡的 你就不會說累了 就這樣讓人就想乾淨坐 歡喜瘦